接下來請陳嬌華委員 主席 我們請次長跟署長 次長 還有部長 部長 次長 署長 部長好 還有次長 署長 各位辛苦了 那我在之前有多次發言 就是這個國土計畫是很多年 包括民間 包括之前執政黨或在野黨 大家努力的這個在國土相關計畫 那在國土計畫還沒有實施之前 我們知道在2011年 那時候有四大建設條例 有原住民地區建設條例 還有管制 下一張好嗎 還有一些這個非常多的這個修法 那我在螢幕上列出這麼多的修法 就是 在當時環保團體 還有學者 那那時候 這個在野黨主要是民進黨 一些這個委員 大家努力 就是這些是有 有把它擋下來 那 那個時候呢也是 政府也是說用重大建設 去架空一些法規 那今天就是 我們知道這個執政黨 就是已經 是當年的這個在野黨 我們看下一頁 那 在 政黨輪替之後呢 就是 也是持續有一些這個修法 那包括我自己 親身 參與的這個 當時環保署在 這個水庫集水區開發限制 把那個 認定 分成兩級 那兩級就是 第二級就整個那個 開發條件都放寬了 好那我們再繼續看下去就是 這些 放寬呢 就是 讓一些重大建設 就是可以來執行了 那我 再次強調就是說 很多 政府要做的 在現有的 法規 其實都已經足夠 都已經足夠 那各位這麼辛苦 內政部 還有營建署 其實 就是真的 不需要在現在 在為你們之前的修法版本 在做 一些 執著的 捍衛啦 所以其實 因為我們從 立法院2月開議 那 行政院的紓困條例 其實在民進黨的一些 提出的修正就很快就過了 在協商的時候 所以在這裡就是希望 能夠比照 這種 捍衛國土的努力 還有 過往 其實 已經非常多的 鬆綁的法規 可以讓 政府要做 所謂的重大建設 其實已經有足夠 不需要再 再去把那個 這個 所謂重大建設 把它淋駕在 國土上面 那另外也要提醒就是說 目前不是在 在做縣市國土計劃的通盤嗎 那我要請問部長 就是目前如果 因為還沒有定案嘛 那你現在就可以 通盤檢討 那現在各政黨 還有 委員的修訂版本 已經同意 至少 一年 一年的這個 延緩 這個 提出啦 那這邊是不是 請部長或 次長 署長你們可以同意 就是 不需要再去堅持 你們對15條的 這個所謂 或者是45條 一定期限的堅持 15條現在就 大家有共識 不處理了嘛 就說不處理了 這就沒問題了 那45條 那45條時間 因為 像昨天 宜蘭才送上來嘛 那送上來總要給我們一些時間去看看 很謹慎的合理 去看看他的到底 他送來的國土計畫裡面 縣市的 也合理性 還有他的 各方面 我們都要審慎的去檢討 所以也要一點時間 那這個時間 我們希望說能夠 不要感到最後 又產生 一樣的狀況 所以在一段時間 我們希望說 委員來給我們 委員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現在 你檢討 那個縣市的國土計畫 在做審議嘛 所以說可以利用這個時間 就是 你們該 該定的縣市國土計畫 可以 在這邊做通常檢討 該謹慎的去 好好的審議的 我們會謹慎審議 因為我以民間 環團的這種 身份 來 感覺就是我想 市長跟署長一定也了解 我跟很多環團的朋友 我們在 各種法條的 這個修訂的捍衛 我們是非常辛苦 我們真的都要請假 都要 自掏腰包 然後很多 對很多都是要從中南部上來 那為什麼 會這樣 就是因為 其實 我也要拜託部長 因為現在在土地 或者是各種 管理是出了問題 管理是出了問題 譬如舉個例子 我們早上開了記者會 農地也埋廢棄物 然後 這些法規的認定 竟然 有地方政府 還去同意說 這個玉米 長出來都生病的土地 還可以再復根 所以 這個問題真的是 就是目前的管理出問題 所以 我們今天在這種 室內在修這個法 其實我們真的要去看 真正地方 是不是在做 這個 環境的管理的 這些法規 是不是不足 或者是 人力預算不足 好 我們再看下面 我會請他們 好好的注意 所以說部長 就是我們 現在的 這個 法跟這個 各地方 實際上去執行 那這裡順便也要拜託 次長就是 現在在 因為 你的重大建設 定下來 那未來的 這些 行政命令 這些法規 包括 銀建署 土地徵收的法規 區段徵收 一般徵收 這些都跟 重大建設 其實也有相關 所以不是一個 國土計劃法 你們 讓我們 去同意 或者是 去接受說 或大家 彼此有共識 其實這樣 還是不夠 因為未來的 整個 國土的 國土的 開發 其實 還是有一些 這種 不足的 就是說 法規不足 就是讓現在 很多 這種 抗議 抗爭 還是持續 那我是不是請次長回一下 回答一下 就是 土地徵收 區段徵收 一般徵收 現在 有 違反 憲法的 或者是 人權 的 這些 是不是可以 來修呢 報告委員 其實土地徵收 條例 這個部分 我們現階段在執行面 對於人民財產權 或者是安置 等等的課題 要求的 非常非常的嚴格 所以說本質上 我個人認為 並沒有違反憲法的 但是如果 次長說 在 在這些徵收 已經安置 有符合人民的要求 但是我們看 這一次 設置島的那個 都市計劃 西部計劃的審議 就是台北市政府 沒有去 落實安置 然後就要 可能就想要通過 然後就要到那個 土徵那邊去討論了 所以這邊就是 目前就是還是存在 很多 很多有這種 不足的地方 所以 市長 其實設置島的案子 我們給台北市政府的要求 就是每一戶 如何安置的 我要看到清澈 我們才會給他審議 才會進入土徵的審議 那 市長你今天在這裡公開講 那我們也列入紀錄 那請部長也要 關心這個事情 這個我了解 因為設置島以前是我的選區啦 所以我了解 好謝謝 謝謝我們陳委員喔 我們請 高金素媒委員